说到束控机团 作为零部件加工和精密部件研发的一款高端设备 在很多领域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毕竟依靠人类的肉眼 很难将零部件加工至毫米甚至是纳米级别 而束控机团和电脑相互合作之后 完全能实现零部件精加工 此外呢 由于西方国家拥有极为先进的技术 因此在束控机团领域也处于极高的地位 甚至可以说垄断了全球高端机团市场 其中以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机团最为先进 而日本的束控机团曾经也拥有极高的地位 可是随着中国开始发力 决定自主研发国产束控机团之后 一度超越了日本在这一领域的地位 根据了解 我国数字化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张海鸥 经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锻造一体3D打印束控机团 该机团与普通束控机团最大的区别在于 普通束控机团是通过做减法 将零部件按照系统设计的要求进行切割和修改 最终达到理想化要求 而3D打印束控机团则是做加法 能够使用原材料直接加工而成 不需要进行任何裁剪 可谓是真正的一步到位 这就好比使用塑料加热成液体之后 然后通过3D打印束控机团进行模型铸造 可以说不仅铸造时间会缩短 同时零部件的质量也十分可靠 此外传统的3D打印束控机团 在锻造过程中要注意刀头的温度 因为温度过高会导致模型成为液体 而张海鸥教授研发的束控机团 却通过给加工零件降温来达到铸造效果 为此这种打印束控机团一经问世 或许能成功机身全球高端机团领域 甚至连美国都向中国提出购买的请求 可是曾经我国在芯片和机团领域 可谓是受到诸多封锁 为此直接拒绝了美国的求狗申请 可以说随着张海鸥教授研发的 3D打印束控机团问世之后 意味着我国不再被西方卡脖子 在未来也有望机身高端机团领域 毕竟对于中国而言 这款全新的3D打印束控机团 无论是在高铁传动轴 货轮螺旋桨叶片 还是在军用飞机领域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此绝对属于我国禁止出口的装备之一 而且随着该机船的问世 可能会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有点着急 因为这款装备 目前西方国家还没有研发成功 显然我国在这一领域 再次完成了直线超车 对此想必即便是有着头号强国支撑的美国 可能也会羡慕不已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 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够 虽然如今在多个领域 已经拥有了不菲的成绩 可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仍旧还有差距 为此呢 我国还需要不断奋斗 最终达到全面领先西方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